各位阳光老人,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阳光网直播间,我是小陈 今天我们继续这个公民课的学习 那上年课呢,我们就是讲了这个N400 Part 7 Biographic Information 关于你个人的一些信息,什么眼睛的颜色呀,还记得吗 就是然后你的Asia,亚洲人啊,就是一些背景的一些信息 那我们这个第八部分呢,我们记得看一下第八部分的视频 它就是关于Information about your employment and school you attend 就是关于你的职业或者是你的学校的一些信息 我们一起看一看视频吧 基本上跟第五部分 笑一点点 大家画面上现在看到的这个是N400表格第八部分 截取下来的 基本上跟第五部分的格式是大同小异 那我稍微把几个重点再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 这一栏呢,是要让你填入你目前的雇主 或者你如果是学生,你学校的名称 所以你可以填雇主或者是学校在这个地方 那我在这个部分我先来讲解雇主的部分 我随便选了一个公司叫XYZ Incorporated的一个名字 随便取了一个公司名字 那这边当然就是填门牌号码跟路名 那这也是我自己随便编的 那apt我上次第五单元说过 是apartment,是公寓的缩写 ste,是suite,套房的缩写 flr,floor,是楼层的缩写 那这边如果看哪一个试用 你就勾选哪一个 然后把号码写在这一栏 那city or town是城市或乡镇 就把你城市都市名写在这个地方 郡的名称写在这个地方 州名和邮区代号 个别填在这里 那跟第五单元相同的 如果你的工作地点是在国外的地址的话 才需要填最后这三个三栏里面 才需要填写 那最重要的是这个就职期间 从哪一天开始你在这个公司工作 把日期写下来 然后做到哪一天为止 当然这个就是你最近 如果你目前都还在这个公司 这个地方服务上班的话 你就把你要申请表 要递交进去的那一天 写在这里 那你的职称 可以写在这边 我这边举个例子 sales manager 是这个业务经理 这里呢 他有特别说明提到 如果你是为自己工作 为自己上班 自己是老板的话 那你就要写self-employed 在这个employer的地方 在这第一栏 你写self-employed 为自己做事 那如果你是unemployed 你是失业中 无业中的话 这跟retire又不一样 跟退休又不一样 所以你如果是失业中的话 那你就同样的在这一栏写unemployed unemployed就是无业 失业的意思 就填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表格稍微让大家参考一下 那我接下来会有比较更详细的解说 我这里暂停跟大家说一下 因为就是他这个 就是是面向就是大 就是广大 就是不同类型的 就是人的 那针对我们南光老人呢 在家填写的时候呢 大部分南光老人应该填的都是unemployed 就是就是没有在工作了 所以然后就是 所以就也不需要填写什么公司的名字呀 或者是地址呀 这些部分都可以省略 还有休止日期时间 这样就写在employer or school这里写的 unemployed就可以了 就相对来说就简单一点哈 然后我们跳着继续讲 填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表格稍微让大家参考一下 那我接下来会有比较更详细的解说 第八部分 最主要考官要知道的就是 你在递交表格那天往回追溯 五年的中间 你有做过哪一些工作 那他表格上给了你三个不同的空间 让你填三个工作 那如果在过去五年间你有多余三个工作 不管你是全职还是你是兼职 有的人是同时他有两三个工作 白天做一个晚上做一个 或者说一三五他做一个周二周四他做另外一个之类的 只要你在这过去五年间有在什么地方上班或是服务过你都要一一的填写出来 那如果三个栏不够你填的话你就自己在添加附件 你找白纸用同样的格式 把所有的多余三个以上的工作写在这些白纸上 然后就附件跟着表格一起递交进去 那当然你上面要写清楚这是第八部分 part eight 那我根据我自己的刚刚这个范例的表格 那我来答复的话 我的答案会是这样 I worked for XYZ Inc. 口头上这样回答 I worked for XYZ Inc. 让大家参考一下 我刚刚答复的话 刚刚 就是关于这一题呢 我想再补充说一下 Where have you worked during the last five years? 就是过去五年你在哪里工作? Where have you worked during the last five years? 那 我们大部分阳光老人 因为都是退休了嘛 所以大家的回答可以是说 I already retired I already retired 就我已经退休了 或者是可以回答说 I never worked during the last five years 就是过去的五年 我从来就没有工作 就我都没有工作过 I never worked during the last five years 或者就是直接简单一点 I'm already retired 就是我已经退休了 那 或者你就说 I never worked in America 就是我从来没有在美国工作过 也可以这么回答 但是就说 就是比较简洁的一点 因为如果 就是说 I am retired 就是比较难一点 我已经退休了 答案会是这样 I worked for XYZ Inc. 口头上这样回答 I worked for XYZ Inc. 让大家参考一下 那接下来呢 我根据第八部分的 第八单元的表格 设计了一些问答 有可能 比较有可能 这面试员会根据 这一部分 第八部分的表格 来做的一些问答 给大家一些 举例说明 那第一个问题 Do you have a job? Do you have a job? Do you have a job? 那很简单的答案 就是 Yes, I do 或者是 当然如果你没有工作 你就说 No, I don't 那如果有 Yes, I do 那你如果没有工作的话 在你表格上 就已经会填写 你没有工作了 所以 那后面的问题 也许他就不会 再追溯 再问 那下一个问题 What do you do? What do you do? What do you do? 你是做什么的? 那你可以这样子回答 根据我刚刚 之前设计的这个表格 如果 这个表是我填的 那我的答案 当然根据表格 我要说 I am a salesman I am a salesman 我是一个业务员 salesman 业务员 下一个问题 Who is your employer? Who is your employer? Who is your employer? 谁是你的雇主? 那我的表格上是说 XYZ公司 对不对? 所以答案 口头上回答 I work for XYZ Inc I work for XYZ Inc 那这边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 谁是你的雇主? 你的employer? 那这个 大家不要跟老板来搞混 他所谓雇主 通常是要求你把 你服务的单位的名字写出来 因为会聘请你的 不管是餐馆也好 超市也好 公司 电脑公司也好 都是 在税单上面 都是这个公司 这个 服务单位 来聘请你的 所以 他要的答案 所谓雇主 他要的答案是 这个公司 这个单位的名称 而不是你老板的姓名 如果他要问你 老板的姓名的话 他会这样子问 Who is your boss? Who is your boss? Boss 就是上司 或者是老板的意思 那这个 时候 你才需要把他的姓名 讲出来 那比方说你只是 比方说你在Google上班 那你只是Google 其中一个部门的员工 那你不用把你的这个 董事长的姓名 讲出来 他所谓这个上司 也许就是你 这个部门的这个上司 那我这边 随便举个例 我就写Henry Lee 就随便取个名字 给大家一个范例 就是让大家 对这两个题目 有个区别 这个是个人 你就是讲上司的名字 那雇主的部分 你要填公司 服务单位的名字 让大家 做一下参考 这一部分呢 我们就 就是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因为大部分就是 这些问题 就是我们 如果回答 在前面回答了 unemployed 就是没有工作的话 他接下来的这些问题 就都不会问你了 因为这是跟这个 你的工作有相关的东西 但是我们可以 就是这样子 了解一下 练练英文也行 Do you have a job? 你有工作吗? What do you do? 你是做什么的? Who is your employer? 你的雇主是? Who is your boss? 你的上司是谁? 接下来呢 是三个类似的问题 用不同的问法 来提问 让大家都熟悉一下 Who is your current employer? Who is your current employer? Who is your current employer? current 目前的 Employer 刚刚说过了 是雇主的意思 那另外一个问法 他可以问你 Where do you work? Where do you work? Where do you work? 你在哪里工作? 或者他可以这样问 What is the name of your company? What is the name of your company? What is the name of your company? 你公司的名字是什么? 那当然你 很简单的 就直接 讲公司名称就可以了 XYZ Inc. 如果你帮Google打工 你就说 Google 那你如果在Panda Express打工 你就说Panda Express 你不用给他整个句子 就把直接公司名称 爆出来就可以了 What is the name and address of your employer? What is the name and address of your employer? What is the name and address of your employer? 那根据我的范例表格 我工作的公司叫做 XYZ Inc. 那当然地址的部分呢 你就要花一点时间 去把它背起来 尤其是 邮区号码的部分 下一个问题 How long have you been working there? How long have you been working there? How long have you been working there? 你在那里工作多久了? 那根据我的表格 是差不多三年的时间 3 years 3 years 接下来 When did you begin working there? When did you begin working there? 你什么时候开始在那里工作? What is the name and address of your employer? 这是你雇主的名字和地址 What is the name and address of your employer? 你雇主的名字和地址是什么? How long have you been working there? 就是你在那里工作多久了? How long have you been working there? So when did you begin working there? 你是何时在那里工作的呢? When did you be walking there? 你是何时开始在那里工作的? 开始上班的 那根据表格上我所填的时间是 October 10, 2014 October 10, 2014 或者我之前有解释过 三位数字以上 你可以从后面两位一起念 那剩下的一起念 所以你可以分成2014来念 口语上可以这样子回答 或者你要说2014也可以 让大家做一下参考 下一个问题 What is your occupation? What is your occupation? 另外一个问法 What is your position? What is your position? 那两个都是在问你 你的职称是什么? Occupation Occupation Position Position 你的职称 那根据我填的表格 我是一个业务经理 所以答案是 Sales Manager Sales Manager 或者你可以答说 I am a sales manager I am a sales manager 下一个问题 What did you do before?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What's your occupation? What's your position? 他这个问题呢 问的都是一样的 但是这两个问题呢 What's your occupation? Occupation 只称职业这个 是比较书面 比较正式的一个问法 What's your occupation? 那大家在一般填写 表格呀什么的时候 就比较正式的表格的时候 他一般会用这个单词 What is your occupation? 然后 What's your position呢? 相对来说 就更加口语一点 就是 What did you do before? What did you do before? 你在这个之前是做什么的? 你在这个工作之前 你做什么事? 也许你是学生 也许你有另外一个工作 那我这边就 另外举了一个例子 我的答案是 I was a cook I was a cook 我当过厨子 那这跟chef又不一样了 chef是比较正式的厨师 也许是有执照的 比较真的专业一点 那cook就是比较一般的 下一个问题 Where else had you worked? Where else had you worked? 那这个问题 是可以取代上面这个问题的 他就问你 你之前在哪里做事 就跟目前的工作无关了 他要再往前追溯 尤其是如果你的表格上 有填在过去五年间 你有多余一个工作的话 那他是肯定会在问你 这可能性很高 那如果 我之前当过厨子的话 那他问我之前 还有在哪里工作过 那当然答案 就肯定是跟餐馆 或者是超市有关 ABC Diner 我随便编了个答案 ABC Diner ABC食堂 这样让大家 做个参考的依据 那接下来呢 我用同样的一个表格 现在是来填写 学校的部分 如果你是学生的话 刚刚这个表 我是根据 我是根据employer 雇主的名称来填写 那如果你是学生 或者说过去的五年 你当过学生的话 那你这个表格可以依据我这个范例来填写 那我是用 Dianza College Dianza大学 来做范例 那Dianza的地址 门牌号码 跟街名 是这样子 那 他的都市名称 是Cupertino 他的County Gin的名称是Santa Clara 在加州 邮区号码 那 当然Dianza是在美国国内 所以这三个 栏位 我就都空着 那最重要的还是 就学的期间 你从哪一天开始 在这个学校注册上学 一直到 如果你目前都还是学生的话 这个就是你递交表格的那一个日子 填在这里 那当然就没有职称的顾虑 学生就是学生 那这个表格让各位做个参考 那接下来 我就会有一些详细的口头上的问题 根据表格 你所填写的 有可能举出的问题 来做示范 我暂停你说一下 因为我们是不需要填学校的 大部分老人就是在过去五年 应该就是都没有在 在学校上课了 所以呢 这部分我们就是参考一下 看一下就是怎么填地址 因为我们虽然不用填这个employer的adress 但是或者school address 但是我们需要填我们的personal address 就是我们自己的个人的地址 这一部分其实之前你有讲过 我们就来问起一遍 然后就是说 就是如果是填个人的话 就是名字 然后呢 street number and then 就是这个街名 然后他刚刚讲的这个apartment 或者floor 那比如吧 大部分的老人 就是如果是住老人公寓的话呢 应该就是apartment 或者也有suit 然后或者是要写你的楼层floor depend on your address 就是真的是really up to your address 就是跟你的地址是相关的 那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 自己的地址的英文是什么 就应该都有记下来 如果没有 就是或者大家记不住 给大家一个小的tips 就是你可以就是看看自己的 这个信箱里的这个信 或者是寄给你的账单 就是水电费啊什么的 任何的一个账单 或者是任何一个信 它的信封上都会有你的地址的 所以包括邮边啊 然后你的这个city 就是城市啊 然后stay 那个county的话 我们应该大部分都在 Montgomery County了 如果是二号的老人住在 那个那个county 好像是 我不确定是 呃 是pgcounty 应该不是是pgcounty吗 还是哪个county 要 要 要 depend 你们得看看自己的地址 然后呢 stay 就是马里兰nd zipco 就是 呃 根据你的地址的这个邮编吧 像呃 我们 都是二零八级 开头可能比较多 然后就是 我们接着看 第一个问题 where have you attended school during the last five years where have you attended school during the last five years 你过去五年间 在哪里上课上学 那这边有一个 答复的范例 你可以这么说 I studied at Dianza college I studied 上课 at Dianza college I studied at Dianza college 当然如果 你在Dianza 大学上学的话 你的英文 应该不会有问题 所以 我只是举例 让大家看 也许你是在成人学校 你是比较年长的长辈 你在语言学校上课 或者你在成人学校 有拿课 那你都可以 用我这个范例 来做更改 如果你是大学生的话 你的英文 不会有问题 不需要我教你 所以 是给大家 做一个范例的参考 我在这里 就是补充一下 where have you attended school during the last five years where have you attended school during the last five years 就是你在过去五年 在哪里上学 注意 就是是 last five years 就是过去五年 那他这里 因为我们 大部分阳光老人 就是可能都是 在国内 上的学 所以这部分呢 就是 我们就是 没有在 过去五年内 是上学的 那你可以一周回答 I I I didn't attend school during the five years I didn't go to school during the five years 他这里的 attent 其实我们 attent 是参加参与的意思 attent to 比如说 attent the meeting 就是参加这个 会议 attendent attendent 可能这个词 可能大家 有听过 tay attendant 就是 看看 有谁到 就是 上大学 老师到 或者是上课 老师要点名 tay attendant 就看上 谁到了 谁没到 tay attendant 那 他在这里 have you ever no no haven't you ever where have you attent school during the last where have you attent 你在哪里 就是 就是 去 就是上 学呢 attent school ok 他这里的 是一个 动词 第一个问题 are you studying now are you studying now are you studying now 你现在 有上学吗 那很简单 答复 yes no 就可以了 yes I am 或者是 no I'm not yes I am 或是 no I am not 那如果你 那如果你表格上 是填写 你是在工作 或者是 你是失业中 你并不是学生 那接下来的问题 他应该就不会 口头上不会来问你了 what do you stud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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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你的答案是 yes 他接下来就会 接着问 也许会问你说 那你学什么 那我举例 就说 I study English I study English 我在学习英语 如果你是在语言 成人学校注册上课 那多半 你就是在学英文 要加强英文的能力 有的成人学校 也有这个英语 初级班的课程 那你就可以说 I study English I study English 那下一个 有可能问的问题是 where do you study where do you study 你在哪里上学 where do you study can you study what do you study 那根据我的范例 的表格 我必须要说 I study at Dianza College I study at Dianza College 下一个问题 what is the name and address of your school what is the name and address of your school what is the name and address of your school 你学校的名字 和地址是什么 what is the name and address of your school 你学校的名字 和地址是什么 what is the name and address of your school 那根据 我所填的表格 我当然要说 Dianza College 然后 把地址 稍微 记起来 那我觉得 问学校的地址 的可能性 可能不会那么高 除非你这个学校 不是 在当地 在你申请 这个公民的 当地 不是那么有名 那也许 它就会 根据表格上 你已经填的地址 跟你 这个 再考证一下 下一个问题 How long have you been studying there? How long have you been studying there? How long have you been studying there? 你在那里学习了有多久? 那你简单的讲个期间就好了 那我给的时间是三年 所以我要说 three years three years 接下来 When did you begin studying there? When did you begin studying there? When did you begin studying there? 也是根据表格来做答复 October 10, 2014 October 10, 2014 然后这一部分 就是大家了解一下 就行 因为基本上 我们都不会被问到 这些学校和employed 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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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 接下来 When did you begin studying there? When did you begin there? When did you begin studying there? finish studying finish studying finish studying When did you finish studying? When did you finish studying? 什么时候毕业的啊? 那根据我所填写的表格范例 日期是 日期是 August 31, 2017 August 31, 2017 那如果你到现在都还在这个学校读书 都还没有finish的话 那你可以跟他说 I am still going there I am still studying there 下一个问题 Where else had you studied before? Where else had you studied before? Where else had you studied before? 你还在哪里学习过? 那同样一个概念 如果你在过去的五年间 你在不止一间学校 一个单位学习的话 那你就还是要照时间的顺序 从最近的往回推说 然后把它把学校都列出来 那我这边举了另外一个例子 Fool Hill College Fool Hill College Fool Hill大学 让大家做个参考 今天这个单元 I am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就是在美国境外的时间 你现在画面上看到的这个表格 是从N400申请表上 截取下来的第九部分 那这个部分是要 您把过去五年 在美国境外的时间 一一的列举出来 那我稍微说明一下 我们先看到这里 这个第一栏的部分 是要你写 Date you left the United States 离开美国的日期 日期的部分 是用月日年的模式来呈现 就像我这边举例的一样 那第二栏呢 是 Date you returned to the United States 回到美国的日期 Return就是回归的意思 回来的意思 同样是用月日年的模式来呈现 那第三栏 是 Did trip last six months or more 你这趟旅行 你这些旅行 是否有超过六个月 six months or more 那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那个拿绿卡的人 是一年之间 一定要有六个月的时间 至少六个月要待在美国境内 所以这个大家要特别留意 接下来是 Countries to which you traveled 你到访哪些国家 那如果你单趟的旅行 去了不止一个国家 比方说你去了中南美洲 你一路开车下去 那你去了墨西哥 然后其他的中美洲国家 那你就要在同一行 都要列举出来 那如果一行写不下 你就接着下一行写 那前面这些地方 就可以把它空掉 然后告诉他是同一趟旅行 你这个就是 这个离开的日子写在这儿 然后回来的日子 写在第二行这里 那这边 这两个位置可以空掉 那把这些国家都列出来 那最后一栏呢 是 Total days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总共 在美国境外 outside的天数 days 那就填在这一栏 的地方 那有几个 我特别要 说明的 它的要求是 它所谓的 Total days 是以24小时或是更久来做计算 那你总共有几个超过24小时的日子 是在过去五年 是在过去五年间 last five years 有spend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在美国境外渡过的 那 这边它要天数 总共的天数 所以你就把这边的日子 统统加起来 然后写在这里 就是总共的天数 那 第二行呢 它是要求 一样 是以24小时 为一天的单位 来计算 你总共 how many trips 有几趟旅行 在过去的五年间 有离开美国 这样子的旅行 总共有几趟 那我这边列举了三个 总共三趟 所以就写了 three trips 写在这一栏 那另外一个 我要特别指出的就是 它要求 start with your most recent trip and work backwards start 开始 your most recent trip 从你最近的 most recent 最最近的一趟旅行 开始写 然后work backwards 然后往回追溯 所以最近 大家都看得出来 我这边举的例子 从最近的2017年 然后往回追溯 16年的旅行 15年的旅行 点点点 就往回追溯 这样子列出来 从最近的一趟 开始写 那它接下来有说 if you need extra space 你还需要更多的位置来写 如果六行不够你写的话 你要更多的表格的话 use additional sheets of paper 一样的 你就用更多的空白的纸 或者是空白的笔记纸 来用同样的规格 来列更多的语形 这样子让大家 做一下参考 根据 第九部分的表格 我设计了 接下来几个问题 也许 面试员会这样子 跟大家提问 Have you ever left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last five years? Have you ever left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last five years? Have you ever left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last five years? 那这个问题是一个是非题 要么就是有 要么就是没有 那简单的回答都是 我想大家 多半都是有离开过 因为五年是蛮长的时间 那如果有的话 你的答案就是 Yes, I have Yes, I have 他这边问你 Have you? 那你的答案就是 I have 那你如果没有 那你就是说 No, I have not No, I have not 它是个是非题 所以答案很简单 就简单恶药就好了 那接下来当然 他就会问得更详细了 How many total days did you spend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last five years? How many 总共 total days did you spend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last five years? How many total days did you spend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last five years? 你过去五年间 用在美国境外的 总天数 有多少? 那根据我刚刚 表格 给的 这些 答案 那 以那个为标准的话 我总共 离开了 三十二天 那你就简单地 告诉他 32 days 这样就可以了 How many trips of 24 hours or longer Have you taken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last five years? How many trips of 24 hours or longer Have you taken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last five years? How many trips of 24 hours or longer Have you taken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last five years? 过去五年间 你在美国境外 有几趟 长达24小时以上的行程 那根据 我所填的 范例的表格 我的答案是 三趟 行程 三趟 接下来这个问题比较长一点 所以我分成两部分来解说 Tell me all the trips of 24 hours or longer that you have taken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last five years Tell me All the trips of 24 hours or longer that you have taken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last five years Tell me all the trips of 24 hours or longer that you have taken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last five years 这跟上一题 其实句子是大同小异 那它就是要你 把过去五年的每一趟 行程 就一口气 简单地告诉它 began with your most recent trip and work backwards began with your most recent trip and work backwards 这个我在解说表格的时候 我有特别提到 它就是要 您从最近的一趟行程开始 然后往回追溯 那我这边 根据我表格的答案 给了大家一个范例 可以这样子回答 把它全部凑成一个句子 I went to Mexico in July 2017 记得我跟大家说过 这个四位数 可以前面两位一起念 后面两位一起念 Canada for Christmas 2016 and China in June 2015 我再念一遍 I went to Mexico in July 2017 Canada for Christmas 2016 and China in June 2015 那大家看了 我这边的翻译 我为什么特别 要这边用Christmas 因为一般人旅行 可能会配合家人 孩子的假期 所以7月跟6月都是放暑假的时间 那孩子 孙子 同学 在这个时间去旅行都比较合理 所以我故意用这个时间 那2016 我写的是12月 大家往回看那个表格可以看到 那就是在这个圣诞节的前后 圣诞节大家都知道是12月25日 所以我故意这么说 中间这一段 我说Canada for Christmas 2016 就是2016 的圣诞节 去加拿大度过 Canada for Christmas 去加拿大是为了过圣诞节 2016的圣诞节 那你也可以这么利用这样子去 为你的句子稍微做一些变化 那当然你也不必 你就可以都用一样的模式 到哪里 什么时候 月 年 去了哪里 去了China 然后一个月 一个年 就这样把它通通串成一个句子 也是可以 让大家做个参考 When did you leave the United States? When did you leave the United States? When did you leave the United States? 你何时离开美国的? 那依照表格的答案 我这个 用最近的一趟旅行 去墨西哥的那趟 那答案是 可以这么回答 你可以直接说日期 July 20th 2017 July 20th 2017 或者你可以给他整个句子 I left I left On July 20 2017 我是在这一天 离开的 在这个日子离开的 那也许他 也会这样子问 因为他表格会在面前 那也许在他荧幕上 那他会说 指明是哪一趟旅行 他要知道 那比方说他问 When did you leave for Mexico? 去墨西哥 When did you leave for Mexico? 那你就 当然就更容易回答了 就是根据 去墨西哥的那趟旅行 来回答 When did you return to the United States? When did you return to the United States? 你什么时候回美国? 那同样的 依照去墨西哥的这趟旅行 我可以这样子回答 直接说日期 On July 30th 2017 On July 30th 2017 或者整个句子 I returned On July 30th 2017 I returned On July 30th 2017 那如果 跟前面这句一样 他要针对 墨西哥那趟旅行的话 他可以这样子问 When did you return from Mexico? When did you return from Mexico? 你什么时候 从墨西哥回来的? 那 就同样的 回答方式 下一题 Did the trip last six months or more? Did the trip last six months or more? Did the trip last six months or more? 这个行程 有没有超过六个月? 那它是个 是非题 你就简单地回答 yes or no 就可以了 当然我们前面 有提到过 绿卡持有人 一年 是一定要有 六个月以上的时间 在美国境内 不然就违规了 那它就有可能 会吊难你 下一题 What countries did you visit? What countries did you visit? 你参访了 哪些国家? What countries did you visit? 那你也是 给它国家的名字 来回答就可以了 简单地回答 Mexico 或者是Canada China 随便看 去哪个国家 就很简单地回答 那个区域的名字 就可以了 接下来 How many days was your trip? How many days was your trip? How many days was your trip? 你这趟旅行 有多少天? 那也是个 简单的答案 就根据表格的话 我去墨西哥 十天 答案就是 Ten days Ten days 当然它有可能 根据你的 其中一趟旅行 特别去问你 那它就会问你说 How many days was your trip to China? 或者是 To Canada 它可以这样子问 让大家 做一个参考 今天这个单元 到此告一段落 非常谢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大家还喜欢 今天的教学影片的话 请在视频的下方 点一下赞 来给予更多的支持 与鼓励 同时要提醒大家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 这个频道的话 请不要忘记 点击一下 这个频道的 原型标志 来订阅 我们的频道 我会定期的 上传更多的 教学影片 这个系列 有很多的单元 请你不要错过了 When did you return to the United States When did you return to the 至少六个月 说明了 它的要求是 我在这里 补充说一下 因为我们的这个 这节课的时间 已经超了 所以我这里就 稍稍补充一点 关于how many days total day you have in outside of the United States 他就问的 非常非常的细节 包括你什么 石头离开美国 day you left the United States and day you return to the united States 这里我们之前 也介绍过 因为它的统计 就是说 你累积起来 在美国的时间 35年 你才有这个 eligible to apply apply to citizenship 就是 你才有这个资格 就是 这是一个前提吧 申请公民 公民的一个前提 所以这个 这部分 大家注意一下 然后呢 我跳一下 Have you ever ever left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last five years 就是你有没有 曾经在过去的 一年 你看过 每个经约呢 它这里的 算是一个 yes no question yes I have yes I have no I have have you ever 那这个 I 它这里有一个 它这里有一个 how many total way that you spend during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就是你过去五年 总共 在外 就是花了多长时间 这个的话 因为 大家可能 也不一定 每一次都记得 这么清楚 所以 我建议 我就是 如果有 记不清楚的老人 就是给大家一个 小小的建议 就是 可以 看看自己的护照 上面来印章 或者是 之前订机票的 一些记录 来就是说 大概就是 记下自己 进出 美国进的 这个时间 那我们 现在这节课呢 就先 先上到 然后呢 祝大家有一个 愉快的一边 我们 下节课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